距离2024立委选举不到三个月 选战也逐渐白热化 其中台南市第二选区的立委选战 已经形成蓝绿对决 其中现任立委郭国文就严厉指控 无党籍议员陈坤和 以不实文宣来散布假消息 企图用谣言来重伤影响选民投票 确实如何避免假消息 甚至沦为选战的工具 议员强调假讯息等同于诈骗帮凶 呼吁全民都要动起来要适时查核 所以在选举里面 他最常出现的就是攻击抹黑的文宣是最多的 因为他候选人经常是为了胜选 他就不择目的不求手段 所以现在我们强常强调说 提醒民众要去注意诈骗讯息 那其实假讯息跟假文宣抹黑 他也是一样 需要民众全面的来提高这种媒体试读的能力 你怎么去辨别说 这个是一个不好的讯息 我想就是说随着这种诈骗的程度越来越厉害 那人民的这种试读能力也必须一定要有所提升 除了从我们基本教育 那我们在看新闻的时候 我们更要去判断说 他背后的目的是什么 所有的选民其实应该要睁大我们的眼睛 不要因为说看到什么消息 或看到一些什么传单 我们就觉得就是那样子 我们应该多一点这个查证 虽然说现在有蛮多人在做些查证的工作 但是可能对于一些比较年长者 他们可能这个查证的资讯 或是查证的这个能力 比较没有那么充足的时候 我们必须从旁 像有时候我们在这个群组上面 LINE的群组上面会看到一些假消息 我们就会适度的来提醒 所以说特别是在选举的时候 这个可能有时候真的是 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媒体试读不仅是一种权力 更是一种责任 特别在选举期间 黑寒假消息满天飞 如何营造公平选举来一场君子之争 避免候选人负面的操作 选民的眼睛一定得睁大检视 别让选战沦为假消息的乌龙战场 记者顾文吉台南报导 行吗 好 好 好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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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